手勢 這個照浪池應該是 有史以來 綜藝節目第一個在這邊拍的 所以我們能夠第一個使用到 覺得還蠻刺激的 然後我們是要用獨木舟 要直接滑到石淵島去 所以我們一定要多加練習 而且在這個 這麼安全的環境下面練習 我們自己也比較放心一點點 這給了我們最亂的浪 這給了我們鑽石 鑽石浪 直接Label最高 這真的蠻晃的 因為海浪在開始的時候會聽到那個轟的聲音 我覺得第一次體驗真的有差 我們完全不會滑木舟 所以完全剛才都第一次靠自己的感覺 我是第一次 而且剛剛在岸上看教練 他們在測試體驗給我們看的時候 其實是有點害怕的 因為那個浪況有點大 但是如果說教練給我們這種等級5的 這個訓練應該是必須要的 因為我之前常常出去出外海 在外海的浪有時候 就突然之間來給你2米浪 3米浪 所以其實我們一定要做到 最滿最滿的一個安全的措施 不然我們到時候一定會全群覆沒 對對對 直接被打翻了這樣子 我相信 我們剛才表現其實是滿好的 唉唷 自己講 他們說的 他們說他們本來很擔心 但我覺得 可以啦 因為今天訓練的話 可以好像是要有特殊的訓練 在進階版的訓練 或者是搬船的那一款 我覺得要全部這樣好好的訓練完 才可以這樣安全的行處 而且我們只有兩個月喔 對 所以這個就是有一點驚訝 我們現在7個人現在最擔心的是 反而是我們郭哥 因為郭哥100公斤 然後那個獨木舟好像 有點撐不住 在那邊沉啊 可以把它扛起來 在水上就把它翻過去了 對對對 所以我們可能會想辦法造一個 就是郭哥專屬的獨木舟 特製版本 對 不然我覺得剛剛那個 你一上去就直接0秒出手 你直接倒到地上 因為我一開始 你自己一個人的時候 就是抓不到那個重心點了 但其實我跟你的時候就好一點 你有想過我的感受嗎 我看你是滿堅人 對對對 因為你一個人的時候比較輕鬆 但是我們是一個團體 所以我必須要去扛的啊 他剛剛一定是要7個一起倒進 他現在沒成功他又有點爽 差一點啊 我已經想要自費 把這個照樣子包下來 下午再繼續做訓練 很貴 很貴嗎 很貴多少 很貴 有苦一定要有說出來 欸 我們的導演主 像佳佳佳有60個人 我們決定就是 為了這一次的那個拍攝 每個人捐出兩個月的薪水 就一起 不要亂講話 有igne到 哈哈 拍攝 謝謝